澳门一名轿车司机29号深夜经过筷子机这处垃圾桶时 经见有人的脚伸出 好奇之下查看竟然发现一名半裸的重伤少女 司机于是马上报警 19岁的少女之后被送往山顶医院救治 她的颈部有一道约13厘米长的伤口 初步确认静脉断裂 抢救后已经脱离危险期 澳门警方展开调查并迅速破案 于隔天也就是30号 逮捕了一名25岁的大陆男子 嫌犯是受害少女的同事 他涉嫌在29号趁着少女身体不舒服强奸少女 还给他喂食宠物镇定药 最后试图杀人灭口 澳门警方逮捕嫌犯后 31号将嫌犯代反家印花园第三座重组案情 获知嫌犯是在割破少女警部后 将少女装进纸箱内 拖到附近的垃圾桶器制 然后还清洗了两人工作的饮品店内的血迹 甚至删除闭路电视画面 嫌犯干案后还若无其事地返回大陆 但天网灰灰 他隔天回澳门上班时 马上就被警察逮捕 NTV7综合报道